仪陵的冬天,天寒地冻,地面附上一层厚厚的白雪,街上清冷无比,平时还有叫卖的小贩,如今除了必要,没有谁愿意出门。 在一处墙角边,窝着小小的一团,定睛一看,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孩子。 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,裸露在外面的皮肤,冻得清清紫紫,上面还有大大小小的伤口,严重的,现在还渗着血丝。 小孩面上一片通红,眼神不聚焦,俨然是发烧了。 只听小孩断断续续的一语,阿爹,阿娘,阿英冷,小孩叫卫英,在怡陵已经流浪了有三年之久,他的爹娘将他安置在怡陵客栈后,就再也没有回来。 他被店家赶了出来,小小的卫英不知道爹娘去哪了,但他固执地留在怡陵等他的爹娘回来。 他怕他一离开,他的爹娘就找不到他了。 卫英等啊等,从温润的春日一直等到严寒的冬天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始终等不到他的爹娘来接他。 平日他靠捡别人丢掉的食物为生,有时运气好,别人见他可怜,他可能就能吃到热乎乎的包子。 可总遭到恶犬的袭击,每次他都跑不过,被咬得一身伤,甚至爬到树上。 恶犬也会守在树下冲着他吠叫,直到他把食物都丢给他才离开。 卫英迷迷糊糊间好像看到有金光闪现,接着他便不觉得冷了,好似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 卫英十分珍惜这温暖的怀抱,带着哭腔,阿爹阿娘,阿英乖,不走。 孙悟空将小孩裹紧,戳了戳卫英的小脸蛋,软软糯糯的,手感不错。 他闲着没事,便驾着金斗云到处跑,路过此方小界,就见这么一个小孩缩成一团,心软了。 神仙不得插手凡人之事,可这小孩和他演员,他就是想管。 不管是玉皇大帝,还是如来佛祖,还真没一个能真正管住他斗战圣佛的,谁见了他,都得给他三分面子。 孙悟空道,小孩,以后就跟着老孙混。 孙悟空带着小孩腾云驾雾,离开这个小世界,回了自己的花果山,让猴子猴孙照顾好小孩。 紧接着,又去了太上老君那里一趟,找他拿仙丹。 孙悟空和太上老君相识已久,想当初偷吃仙丹,踢翻炼丹炉,早就被人家拉入黑名丹。 每次过去,太上老君就条件反射,急急忙忙找人将炼好的仙丹藏起来,就怕这坡猴又将他的仙丹偷吃个一干二净。 孙悟空逮着太上老君,开门见山,老头,快给我磕仙丹。 太上老君浮沉一甩,道,没有。 孙悟空早知道太上老君这副德行,道,我着急救小孩,我知道你有,再不给我,就自己去找了。 到时,太上老君急拽住孙悟空,道,你这坡猴,每次都这般无赖,什么时候改改? 改不了了,仙丹给不给?给给给,但你得告诉我那小孩是什么人吧?就我捡的一小孩。 太上老君,什么小孩? 孙悟空一把拽住太上老君,笑道,老头不如你跟我一起去瞧瞧。 太上老君是炼丹的老手,熟知每种仙丹的用处。 小孩还小,也不知承受不承受得起仙丹的能量,不若带着他,正好方便到时对症下药。 太上老君急忙摆手,使不得使不得,为请示玉帝,怎可私自下凡。 玉帝老儿问你就说,是我带你走的,他不敢怎样。 太上老君就这么被孙悟空给带回了花果山。 回了花果山,在孙悟空的带领下,太上老君看到了魏英。 看着这么一个人间幼崽,身上充满大大小小的伤口,太上老君也动了恻隐之心。 在人间,这个年纪的孩童,大多还依偎在父母身侧,天真无邪,不知愁为何物。 太上老君替魏英把了脉,发现魏英的根骨意外的不错,若能修炼,假以时日定能飞升。 给魏英喂了鲜丹后,须于肩,魏英身上的伤口就消失了,肌肤恢复如初,白白嫩嫩的。 如此看起来就更叫得可爱,惹人喜欢了。 太上老君甩了甩扶尘,道,大圣,你这可有兴趣收个驮儿。 孙悟空一听,道,怎么,这小孩还是天赐奇才,让你堂堂太上老君起了这心思。 太上老君卖关子道,大圣,不若用你的火眼金睛一关。 孙悟空用火眼金睛一看,嘿,他确实捡到宝了,只要稍微一点话,这孩子未来的成就绝对不低。 孙悟空哈哈一笑,道,正好,身边多个能玩的了。 或许是孙悟空的笑声过于洪亮,魏英醒了。 捡到孙悟空和太上老君的第一眼,就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。 太上老君心情甚好,道,孩子,你叫什么名字? 孙悟空就更直接了,小孩,你叫我一声师父,老孙保证没人敢欺负你。 魏英,我叫魏英。 魏英歪了歪脑袋,即使感受到他们对他没有恶意,他还是小心翼翼的,没有叫孙悟空师父, 而是问道,叔叔,你们知道我阿爹阿娘在哪吗? 孙悟空直拗道,叫师父。 魏英不说话,睁着亮晶晶的眼睛,就直直地看着孙悟空。 太上老君挑挑眉,掐指一算,知道魏英的父母已逝。 孙悟空拜下阵来,道,罢了罢了,找你爹娘还不简单。 太上老君不及反应,就和魏英一起被孙悟空带到了地府,一眨眼就和黑白无常来了个面对面。 魏英眼里满是惊奇,喜道,叔叔,阿爹阿娘在这里吗? 阿英能找到阿爹阿娘吗? 孙悟空一手聊起魏英,道,小魏英,先说好,找到你爹娘,你就必须拜我为师。 嗯。 魏无羡重重地点点头,眼里全是即将见到爹娘的欣喜。 他阿爹阿娘才没有不要他,他很乖,是爹娘最心爱的小宝贝。 太上老君越看魏英越是喜欢,这孩子居然能置住这泼猴的一身脾气,搞得他都想再收一个徒弟了。 到了阎罗殿,见了阎望。 阎望瞄了一眼实打实的肉体繁胎的魏英,道,大圣怎有空来我这小地方。 孙悟空向来直来直往,不拐弯抹角,道,借你的命不一看。 一想到孙悟空之前的破坏,阎望就脑壳疼。 太上老君道,借您命不,是为了看看这孩子的生平。 阎望审视起了魏英,道,这孩子的确是个凡人,阳寿未尽,但看着也不是个长命的。 魏英往孙悟空身后一躲,怯生生地看着阎望。 呸,魏英虽然还没叫孙悟空师父,孙悟空已经户起了短,有我在,我徒弟就是想短命也短不了。 想到孙悟空以往的丰功伟绩,阎望取出命部,查看魏英的生平。 阎望越看眼里越赞叹,不禁看向魏英,没想着小小的孩童,在那短短的时日竟能独创一道。 是以痛闻我,我抱之以歌,至始至终,保持赤子之心,难能可贵,难能可贵。 阎望说,晚小魏英的生平,孙悟空当即皱起了眉头,道,什么东西,我齐天大圣的徒儿,谁敢欺辱。 太上老君,太上老君道,人家小孩都没有答应你。 阎望眼前一亮,道,正好,这孩子自创轨道,一看就是我地府的人。 面向小魏英,笑得慈祥,好似拐卖小孩的怪叔叔,小魏英,你拜我为师如何,我可以教你完善轨道。 小魏英被吓到了,连连后退,躲到孙悟空后面去。 孙悟空狠狠瞪向阎望,一字一顿,这是我徒儿。 阎望,太上老君,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,小魏英拽了拽孙悟空,怯声声道, 叔叔,我阿爹阿娘在哪? 阿英很乖很乖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